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求证是租工作室,并非买婚房 然而12月9日当天,郑爽有微报与张恒在上海民政局领证 爆料人称是自己姑姑为郑爽办理的结婚手续 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话,爆料人还晒出了结婚证 网友们信以为真,纷纷祝福郑爽张恒新婚快乐 正当媒体和网友们都在议论郑爽结婚仪式时 郑爽的妈妈进行了回应,有媒体向郑爽妈妈求证爆料真假 郑爽妈妈表示,假的,而网友删出的结婚证 也是软件自动生成的,新原版正是上图这样 软件自动生成的结婚证质量太差,自己都不对 而郑爽12月9日被报件期,与张恒一同看访 郑爽粉丝们明确表示,是为了新工作室选址 12月9日这一天,连续有两桥关于郑爽的谣言 索性很快被辟谣了,看来真使人红是非多 不过,也祝福郑爽早日实现成家立业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